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占有欲太强 你看吧 这个话题人人都想说话 孙丹妮 大家好 我是14号孙丹妮 今年28岁 来自河北唐山 现在定居在海南三亚 然后目前呢 在经营一家自己的传媒公司 我想问一下 你对这个占有欲的定义是什么 你好好说 不要片子还没放 你就先走了 其实我觉得占有欲呢 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 占有欲强在我这体现于 可能就是我们一起出去逛店的时候 你接受不了我看其他的异性 包括你不允许我的微信里边 有其他的异性 王佳琪 可是我有不同的观点 就是我觉得我爱你 我喜欢你 才想管你 才想占有你 我认可你这个观点 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如果说我们在一起了 你对我有要求 我可以进行改正 但是如果在一起之前的话 我肯定是希望对方的占有欲小一些 你确定需要用管这个词吗 也不是管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你 所以我不希望你在路上看别的女生 就像我 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 然后我看到男生的时候 我说你看他比你高比你帅 我会承认的他确实比我高比我帅 我会陪你一起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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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24号女生 然后我也是来自山东 我是山东辽城的 23岁从事自由摄影室的工作 我想问一下你自己对女伴的占有欲 是什么程度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点 就是在此之上的点 其实我很多都可以接受 就是如果说你出去喝酒的时候 你喝醉了 你第一个想到打电话的人不是我 是其他的异性 这是我接受不了的 那么如果说你正常的和异性朋友 出去社交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是有过某些经历吗 从表情看好像是 我告诉你很多人喝多了 想到打电话的都是前男友 或者前女友 所以他们都有过经验 就特别介意这个事 你是不是碰到过类似的事 目前可能还没有机会碰到 你是山东辽城 对 你是济南 你姓马 他也姓马 嗯 哎呀 嗯 哎呀 哎呀 。 啊